所以你看看 我们讲过刚 他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示范 感染了大学生的话术与手法 而居然这样的示范社会又回过头来指责几名大学生 是文革红卫兵 所以指责大学生文革红卫兵是不对的 他用社论来支援大学生 请问问 怎么会人家爸爸让大学生用社论呢 你没有想想自己不应该批评大学生的人 他也这么说 清代主任秘书说他看到朵串的表弟 清代的道歉 这个联合报的头版本头 跟刚刚博文讲 头版本二版都在讲这个陈慧婷的事情 所以用拼了你再看这部队就觉得是 这部队就没有啦 我是说不要误会联合报 联合报前面虽然有这样写 但是后来有给学生公道啊 是不是因为 我意思是说 是不是因为联合报也在转向啊 所以今天早上 清代赶快也出来说 啊 不好意思 你联合报 我是看你的报纸 这就去盗签就什么转向啊 所以我告诉他叫联合报 我意思是说联合报转向 所以清代才跟着转向吗 所以他在门 那些人是什么人 你说文革和红的 李嘉童啊 是呀 我跟你说 那李嘉童我们要出来说话 是啊 我坦白讲 怪怪的啊 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坦白讲 用四个字形容 杨伟宁 斯文扫地 哦 斯文扫地哦 我知道你这边我也说 其实那个华人员现场 当时那个程伟廷在讲 他在讲什么事情 他是在讲说 部长 你刚刚跟人家讲说 如果跟教育有关的运动 我一定到第一现场去关心 学生就马上讲说 我们去教育部 你还派警察出来 把我们赶走 啊 如果要去过来 自己都不出来 就戳破 杨伟宁的 说谎的假面剧嘛 哦 所以其实华人员 就像那天 陈伟廷同学 他所讲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个 然后根据这一个事实 他认为说 这个部长是说谎 部长是伪善 对不对 所以我想 我坦白讲 陈伟廷 虽然在讲话里面 你说像怎么说谎 那听起来比较刺耳 他是这一种 大家也许认为说是 没有礼貌 但是他是说实话 总比江伟廷副部长说 他是有礼貌的说谎话来得很好 是啊 说实在位的人 他就同样 这个门的门 跟他说什么 说白痴的人 结果现在竟然 远然以一份改革者的姿态 受害者的姿态出现 古院党 从总统到立法院院长 到这个大学教授 总统府资政 大家这样 炮口 一致的对陈伟廷同学 圈搭脚踢 这个是哪门者的社会公平 社会正义 所以这个刚刚这个博文在讲说 什么冷水坑道歉啊 什么什么什么道歉啊 这个博文讲这个话 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按照他那种讲法 所以说他做得利 油赵道歉说他跟一个女性有人 三清半夜开了车到冷水坑 去谈国家大事 你怎么可以批评他 你没礼貌 对讲的事实 但是没有礼貌 所以不如把整个事情 把他焦点把它模糊掉 我觉得坦白讲 今天清大的主任秘书出来讲 一个姓简的主任秘书出来讲说 我看标题我就道歉啊 我还是要还原说清清大道歉的一个标题 他道歉的标题是什么 对于蒋伟宁部长 至上最深的歉意 然后讲到陈维廷同学的时候 批评陈维廷同学是自意妄为 尤其他是被诉状 来来来 他说 自由不是代表允许个人行为自意妄为 他也大家才自意妄为 所以他在跟部长道歉的事 是最深的歉意 所以对上面的人最深的歉意 对自己的孩子自意妄为 怕自己的孩子外面的人看 所以这一个其实是已经相当凸显 说在整个这个事件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里头 清华大学校方的一个态度 说你 你说这个 这个我们到底在搞的 那个是要不用什么样的老师 什么样的讨论 到现在哦 当时清华大学的道歉函 清华大学校长是批评过的 清华大学校长到现在 有没有出来讲话 求他都要买下来 早已买下来 买手 是啊 买下来都没说话 主任秘书出来说 这个是技术操作上的误判 这个同样的道理啊 刘肇造选啊 那是技术操作上的误判啊 没什么用力了啊 什么武功引进人水水跟去技术操作 所有的这些大官做错的事情 全部都是技术操作性的误判 不用道歉 所以我坦白讲 这个事情其实对清华大学来讲 是相当重大的 校长假如不出来讲话 清大的校长 我在公开的呼吁清大校长 你要出来讲话 你不出来讲话 真的这一些大学教授 或者是学院起来的时候 可以把校长罢免 这个校长真的真的会下台 要把校长罢免啊 不过说我给他申告啦 清大已经认为说 他只是看标题都道歉 就表示清大的道歉是错误的 他不应该道歉 那他现在要不要反过来 跟学生道歉 要不要反过来 跟这个社会道歉 要不要反过来 跟全国的民众道歉 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 为什么第一时间 清大校方 要代表 这个陈维廷出来 倒歉 我认为说 因为当初这些学生 要走这个学文 要把这个教育部 说这个学会 要反葬 也是说不要去 这是清大历 学校开过会 学校一直 全面同意 所以让这些学生 要走这个教育部 这是你们想看的 如果是这样 当然你下风 你要出来代表 倒歉 那如果不是 这是学生 主既来发动的一个社会 运动的一个所求 那陈维廷 我们说陈维廷 陈维廷 他个人是不是 说这些学生 是不是适当 我认为他说 什么适当 他的行为 跟表达方式 有适当吗 没有适当 如果是我的兄弟 陈维廷 是我的兄弟 我以他为荣啊 为什么 我觉得说 他能这样子 侃侃而谈 然后 所有的所求 都是 现在目前 教育 发生的这个问题 我是因为这是对的啊 但是 如果我说好 今天面对的 是一个教育部长 下令教 这个相关的 学校要去观察 这些的所有有参与 学运的这些学生 如果我听到 不要再说他 我啦 我啦 我也真没得到 你那个时候 看到这个人 我的态度 和行为 和礼物 我可能都没去啊 我相信说 陈 我们不要说 我们 没他 他的行为 没礼物 我们用我们自己 就好 你那个时候 你如果是聴下一个 教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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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调查的人 他就坐你的头子 他做这些行为 说他是最支持你的 那么 我们看到这种 伟善的人 我们用什么样的 心态 和 主人的标材出来 我们是因为 这都是主人的 是因为 他社会的经验 没有到 力量没有到 所以说他这种 他的经验 有了表达出来 但是他一切都是主人的 没有伟善 我们看到 蒋伟宁 他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蒋伟宁 他有没有接受上意 他刚才 让我们 那些教育部说的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人 接受其他的人 恐达这个 学生社会运动 如果 扩大到 串联起来 是一发 不可收拾 所以说 下令請蔣偉寧要去把這個事情壓下來 這才是背後最重要的事情 啊有 你裡面有 我有一個人 他這個同質性的偽善的個性 他裡面照政治是照著人的 什麼人才會相信 總共有的 蔣偉寧是有禮貌的偽善 蔣偉寧是誰最誠懇的說謊 所以這兩個人 到家裡來的時候 欸我好像不錯了齁 一堆耶 那如果在拍拍戲就一拼耶 那奇怪耶 因為我們看蔣偉寧這個人 他不可能敢有那個擔當這樣子做 我要跟大家講齁 這是最新的消息 快訊齁 學生教育部外 他現在要求校園言論自由 因為現在校園裡面還有很多人言論的自由 不准他集會結束等等 蔣偉寧出面接見 喔喔喔 這個是今天的新聞喔 1點39分 1點39分的新聞 蔣偉寧終於出面接見 以前啊 要調整黨學費啊 要什麼 大家要去陳情 蔣偉林 不斷不斷接見 還叫警察給他看 不斷接見 多傲慢啊 現在經過這個事件以後 哎呦好謙虛啊 所以換句話講 陳偉庭這些學生們 有沒有貢獻 有沒有達到效果 有耶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事件 蔣偉林 這一次會不會出來接見嗎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人民的力量 公民權的行使 才是促使這個政府 還行的最重要因素 你現在要期待 馬政府自己去還行 自己說哎呀 大家去翻新說 他都會民調 都會政府 都會經過不可能 所以為什麼會聽到民進黨的友情 他才會投訴說 他要清新處理 年輕重衛生金 這個都是相關的 同樣的心態 所以各位大家說 學生嗆教育部長 李家彤說什麼 他說 像在搞文革 哦 這是之前講的 真的是像在搞文革嗎 還是李家彤講的這句話 本身就有點像文革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直接來討論 大家才會說 我們這個教育體系 我們的德先生跟賽先生 是不是不見了 AKA 賽先生Science Mr.Science 就是什麼 科學 東西在武士運動的時候 胡適告訴我們 我們要得賽先生 我們要開科學精神 我們還有德先生 什麼叫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 Mr.Democracy 民主先生 所以 Musik 這個小校有沒有 會派現 falta的精神 又 printers 民主的精神 但是 因此 nature 我們現在 馬英車 而已請進做 整理 fit 我們的 德先生跟賽先生 實在不見啦 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事情 來 票 trib 後再關 繼續 我 我